最高行政警官行政院遭到反服貌抗议民众强行闯入占领 行政署强制驱离之后总计逮捕了61人 反服貌群众闯入行政院并且打破建筑物玻璃 占据破坏办公室以及机房 另外古迹的行政院和里外的公务遭到严重破坏 警方逮捕了多名现行犯 其中涉嫌违反商务妨害公务违反文化资产保护法的35人 遭到移送法办 其余26人在警察官复训以后 因为没有明确的违法事证 选后遭到请回 对此行政院长江银化表示 对于抗议学生可能面临的刑责 他个人已经只是相关部会 尽量在法条可允许的空间当中从轻就行